泡沫 整个被戳坡 你根本这一个公司完全不赚钱 但是股东给你的钱 太多太多了 你就乱花 然后最后也不做假账干嘛的 最后没办法了 整个就爆掉了 OK 那AI其实也有类似的状况 最近AI的那个 只要跟AI有关的那个公司 也是长得乱七八糟的 不过我不知道哪一些是好公司 哪些是体质不好的公司 可能要过个三年才会知道 可能之前叫网络泡沫了 那三年之后 五年之后 可能叫AI泡沫了 我在想 因为现在其实很多公司也是 根本就是很会吹嘛 反正你就吹 吹得很厉害 他投资人听 哇 好有愿景 钱就丢进去了 然后那公司每天烧钱 每天烧钱 但是有没有烧出东西还不知道 可是这种东西就十年磨一键啦 就像OpenAI一样嘛 这家公司 其实他没有很久欸 不过我是觉得啦 我真的 我真的感觉他其实 背后最大的金主应该是微软 OK 因为微软这家公司 支援他非常多的技术 其实他可以把程式写得这么好 背后应该是有很多原因 这之后我们再来看 好 那所以刚刚有提到的那个 问卷结果大家知道一下 然后其他还有哪一些大家最想要学习的 这个XGP辅助 这个大概也是我们今天跟下一个礼拜的重点 那当然因为时间很短啦 所以我就把我这几个Sample 我会把它放在讲义或者是云端上面 那当然我们以前有上过像Python跟Excel 那些Sample我就把它重新再问一下 那我也想要验证说到底他是不是真的很厉害 跟我写的程式有什么不一样 然后是不是真的能够帮到我们未来 比如说一个完全不会写 或者是不太会写程式的人提供一个捷径 这件事情是不是对的 如果是对的话呢 那当然是OK 不过目前我给各位的一个答案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XGP的那个辅助功能绝对是可以期待的 目前的版本是3.5 可是未来会不会更好 一定会更好 但是它会不会有一些缺点 它有缺点 那那个缺点就是我刚刚跟各位讲 会遇到一些状况 那些状况的话呢 其实说真的不太是能够 一个初学者能够解决的 那如果假设你是一个初学者 那有没有哪一些东西 你可能需要预先学的一些相关知识 如果你有这些知识的话 以后遇到这个问题 当然也可以比较容易解决 所以如果都可以解决的话 那这个应该是一个蛮好的辅助功能 OK 这个打个比方 就像说那个现在电动车有自动驾驶 那它是不是完美的 它不是完美的 它会不会危险 它蛮危险的 但是如果你把它拿来当成真的闭着眼睛 你看高工夫最近前一阵子不是有很多新闻 虽然有人呢 就在驾驶座上面 就睡觉了 放双手 自动驾驶 有些有事 但是有些没事 有些有事的话好像就撞那个 撞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车 螃蟹车 蛮多的 那当然 AI其实也有类似的状况 就是 就是 跳GVT有同样的状况 也就是说它不完美 但是它可以更好 还有呢 你要知道它是辅助 它不是取代 OK 那有没有可能会来取代 你这样看起来应该可以 什么时候 技术东西很难说 不过 一个技术要不要成功 其实我觉得 我的感觉慢慢发现 其实最终还是有市场够大 因为市场够大 不行的都变形了 市场不够大 那你说真的 即便好像感觉可以的 后来也都不行了 另外还有一个热情 这家公司老板也没有很有热情 看起来还蛮有热情 像那个特斯大老板 每天都讲一些 很让人家觉得 的那个话 OK 那当然呢 感觉这家公司应该是可以期待的 如果像有些公司 如果那老板感觉就是实气沉沉的 讲话好像有气无力的 好像明天就快要不见的那个感觉 那这家公司你会觉得有什么好期待的 像有些总是 现在还在的 还是会出来讲讲话的 我觉得应该换个人吧 换个年轻越好 感觉好像比较充满的希望 有没有 年轻就是要有希望 这个东西其实也蛮年轻 像Charge PD其实都年轻 如果Charge PD拍上跟Excel比起来的话 年龄 Charge PD最幼稚 OK 那拍上的话呢 可能还算是幼稚园阶段 那Excel出来多久 你们可以查一下 它好像1991 1992吧 19911992就出来了 所以其实也超过30年了 所以其实Excel算是一个老人家了 我如果以那个软体的 这个产业来看 Excel真的是古董级的 博物馆级的 可是很妙一点 如果现在把Excel拿掉 你还真的不知道哪一个软体 可以取代它 我现在常常想说 那我们今天不要Excel 很多人我看应该都不知道 要怎么上班 我给你一个Open Office 不一样 那个东西难用的要命 还有Google云端 那个更难用 没有人要用那东西 当然有很多企业是会愿意推 可是问题 感觉好像推不动的感觉是比较居多的 所以我好像还是发现了 好啦算了 直接跟微软买个那个授权算 订阅每年给保护费 也不能叫保护费 反正给个费用嘛 订阅一下 问题解决了 所以在台湾Excel的市占率真的超高 反正95以上 这很妙耶 全世界好像应该算数一数二的高耶 那其实这我也是很大闷 明明要钱 每年都要缴一个保护费 可是愿意花这个钱的人 真的是蛮多的 不过可能也是 台湾市场的一个特殊性 第一个台湾市场太小了 第二个台湾其实能赚钱的东西太多了 不缺这一点钱 有没有 所以我花小钱赚大钱 那当然是聪明的决定 你不要省小钱 结果你赚不到大钱 那你反而更穷 OK所以我觉得 这应该也是一种考量性 所以你会发现 那个大公司都很愿意花在最新的技术上面 然后像这种AI东西 反正就砸钱 因为投资人都给了很多钱 不知道怎么花 对 所以就只要跟AI有关的 所有东西都可以买 对不对 那像我们教育部也是一样 现在只要办那个研讨会 只要办一些什么计划 专案 只要跟AI有关的 通通给钱 OK 那有些有乱给了 因为之前我们也是一样 常常收到一大堆莫名其妙的钱 为什么给钱 没关系 你这就是跟AI有关 就给你就对了 我说我不要这个钱也不行 已经汇到你的账户了 那我说我怎么要做点事情 没关系 老师你之后再说 之后看看要做什么 我们会通知你 结果三年过去之后 我又再问那个 那个承办老师 我说三年过去 你怎么还没有叫我要做什么呢 他说 这个已经报销了 然后呢 就这样子 这我觉得很妙 所以有些东西 你只要在潮流上 浪尖上 什么都对了 但你这东西 如果不被重视 你再怎么顶尖 再怎么厉害 都是 对他们来说 都是看不到的 OK 所以这也没办法 这个 你说这对错 没有对错 这个就是现实面 所以其实现在 最重要一件事 把这东西 哪怕你 至少要了解一下 所以 那开个头先说明一下 所以刚刚这个地方 我们了解 一个大家的学习 那大部分同学 都是比较认真的 都是我学习的 百分之百 因为我们这一班 应该是 非常好学的 OK 跟我一样 其实我学习这东西 其实有时候出于好奇 出于一种 我觉得我应该知道的 的那种 而且 关于历史的 这个轨迹上来看 我觉得我有 非常大的一个必要 所以我也不会说 特别说 我要怀疑这件事情 我开这个课 其实也没有特别说 我要特别准备 因为这就是我平常 学习的 心得分享 OK 因为我平常 很常去阅读 OK 我大量的阅读 每一本书一出来 我就去看一下 到底 也没有新鲜的东西 OK 而且最近 也会看一些 像我认识的朋友 写的书 我有发现一件事情 这上面感觉好像有我的影子 他怎么 跟我上课的内容好像 怎么会在你的书里面出现 这感觉就很不畏杂成 到底是我的错觉 还是巧合 还是怎么样 反正不管 这也是一种好事 有人愿意参考你的东西 表示说你有值得参考的地方 这也是算值得开心的 所以 再来的话 我们就回到课程的刚才 因为 这算是算 我们总了12个小时 要把 三个主题全部讲完 这简直是 对我来说 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我刚才讲过 第一个 我了解大家的程度 不太好 因为只有两个同学 上过Python 第二个的话 程度好像也没有说 每个人都有很多的经验 所以我们就还是一样 我会把它录下来 然后我会提供各位 很多的云端资源 那本来我想说 我要把它独立出一个 单独课程 后来我发现 我干脆就直接 拿我之前上过的Python课 然后延伸 跟这个结合在一起 好像感觉能讲的会更多 所以我在云端上面 有提供之前上课的一些范例 但是比较之下 最大的变革 其实就是加上这个 跟这一个 那原来的东西不变 也就是说呢 我会加上ChartGPT 然后也会加上Excel 那目前坊间的 那个热门排行榜书籍 只要加一个ChartGPT 谢谢大家